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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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個全台走透透 深入體驗 在地客裝文化的背包客 今天要為大家講一個 在製作飾餅的過程當中 有個孝親的故事 因而發展成的傳統藝術 新僕人叫它做釋然 為什麼這邊掛一個叫 這叫懷親柱啊 懷親柱的意思是 像我們這樣削皮的話 手上 圍拳上 衣服都會有柿子枝 那早年的時候我媽媽 其實她的腳已經不方便 她還是要幫老闆的 我弟弟的馬 但是她起來都不方便 她就要摸著這個柱子 她的柿子枝把它摸到柱子上 就會留下這個枝印 所以你說這個咖啡色 都是這個枝留下來的印記嗎 對 而且她今年累月她沒有退 對 反而更深 這樣子可以延續飾餅的生命 所以就把那個柿子皮 拿來煮成枝 把它做釋然 做成釋然喔 對 那個釋然 他們的頭巾都是那個柿子枝掌的 好 這是釋皮 原來它這個消掉 我以為是丟掉耶 所以它是拿來做這個釋然的原料 對 我們再利用 然後拿煮汁 然後可以煮布這樣 煮好的我們就在這邊有這個 這裡有喔 這個就是煮好的 煮好之後加溫 然後我們把布塊去綁刮紋 然後就丟進去 然後就是會看到 我剛剛看到這邊這個樣子的 這個布塊的 布塊 這些柿子皮 過去都會當作垃圾或是堆肥處理 現在由於釋然技巧的再利用 賦予它們新的價值與神秘 在這裡還成立了許多的文創商品 我也可以現場DIY做個型染紀念品 帶回家喔 現在大姐要教我型染 我們這是四肢 那我們就是沾四肢 那塗在這個鏤空的地方 所以現在看起來沒有色 等一下日光曬久之後它就會顯色出來 是不是放越久它的顏色是會越省 對就像現在四肢沾上去 它現在是沒有顏色嘛 然後你太陽去曬的話 曬大概一兩天 它慢慢就轉色 好我們現在可以開獎了 那我要開獎 看成立大家很高興開獎得獎喔 好好看喔 四肢如意 我就是今天啊 我真的沒想到四肢啊 竟然是可以吃 然後可以玩 然後完全不浪費 我覺得這個精神很棒耶 就是取自於自然 然後最後又回歸於自然 是非常可貴的精神